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之前要求过的17厘米的高度 就是从我们起针的这个位置开始算起 一直到现在这个高度 到了17厘米之后 我们做的工作其实是要剪夜下 夜下的这个帧数实际上它这一侧非常好剪 大家来到和我一样的高度 正面向上,长线在右侧 我说的是紫色的长线在右侧的前提下 这个时候我们来检验一下 大家看 前两针我们要给它一起织 1,2,好了 把这两针一起织 穿进来之后,然后给它织长 一针 好了,然后其余的呢 还按照原来的方式继续织啊 两个色彩碰到一起的时候 依然是左右要搭一下的啊 你看往这边来 然后从底下拿出来的长线啊 然后来继续编织我们的白色的针套 这个时候啊,白色的针套是没有减少的 依然是11针 保持住原有的针套没有过任何的变化啊 好,当正面完成之后呢,我们来到了啊 哎,应该从另一个角度过来的 哎,对了 这个角度过来之后呢 你的两个线啊,就不会打结了啊 好,我们现在 把这11针的白色按照原来的样式呢 给它完成啊 好了,当到了两个色彩交界的地方 依然是啊,两个色彩 之前搭一下啊 你看压住这个紫色的线啊 然后拿紫色的线 继续的向另一侧编织 依然是保持原有针数不变啊 反面是没有剪页下动作的啊 只有到了正面之后才剪 看,我们又来到了正面啊 嗯,再从这个方向给它调过来 好了,再次来到正面之后 然后我们调整好它的这个线啊 依然是把前两针啊 1,2,给它一起织 当一起织完之后 然后剩下的粉色的针套 依然用粉色线织 两个色彩交接处 啊,同样是采用了之前我们的方法 左右各搭一下啊 然后保持住白色线的 原有11针的这个数量 继续向前织啊 刚才这一行呢是我们剪页下的这一行 所以这一行白色线的针套的数量 没有任何变化的啊 然后把反面按原样织好 这一行依然是没有任何变化 白色线的针数 不能在这一行调整啊 要不然你和之前的那个右前片 就会不对称 高度上就不一样了 我们要完成这一行啊 到下一行才会减少白色线针套的数量 然后增加粉色线的针套数量 记住了吗 好了 这一行才会有变化啊 同学们大家注意看啊 也就是当我们完成了 充分的完成了这两针页下的减针之后 回到正面 才会啊 就是在现在这一行 才会有白色线和紫色线两个帧数的变化 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一针的白色线 这一针啊 给它织成紫色 记住了吗 也就是我们现在要一共织五针紫色线才行 现在我们线上是有四针 1 2 3 4 然后我们要把这针一块织上 记住了吧 好 我们现在开始啊 只支这一针啊 好了 织完这一针之后 依然是在两个色彩交界处啊 现在又算交界处了 这样搭一下啊 然后把其余的白色线针套 用白色长线 统统的织完 交界处我提醒过多次了啊 不可以使劲的拉扯两根线 保持足够的矿量就可以了 当然了 你也不能把它弄得很松啊 松下一块的也不行 如果你松下了一块的话 那你那个两个交界处啊 就会出现一道口子啊 一道裂痕就不对了啊 好 这一行同学们啊 我们没有任何变化啊 一定要记住 因为在两个一帧的色彩变化的之间啊 它们之间是有一行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其余的就是无论正反面都有变化 你看这一行我就原来原样之了啊 好的 从现在这一行开始 大家记住啊 翻过来要织正针的这一行 要像我刚刚那样 绕过来的这个动作啊 这个角度 如果角度错了的话 那你的这个两根线啊 就在这就开始打结了啊 好了 现在呢我们来开始啊 再变一针 大家要记住啊 有一针的变化 只把这一针白色线啊 这一针变成紫色线啊 看了 到它了啊 只变一针啊 好了 然后后背依然是左右 搭一下的啊 谁在下边就用谁织啊 好的 从这一行开始 我们每次啊 都会在正反面 两面都要做变针的动作 而且我们会接连三次啊 每次都是变两针的 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开始 每次变两针了啊 在交界处啊 留下两针白色线 不要织啊 用紫色线来完成它 是两针吗 是两针啊 大家看 one two 两针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要紫色线来完成它啊 你看压住紫色线 从下面把紫色线拿过来 然后 看啊 直接用紫色线来编织这两针啊 一针 两针 好 剩下的当然也用紫色线来织了 好的 好的 再次翻过来 应该怎样翻 应该这样翻啊 再次翻过来之后 大家看啊 依然要有两针的变化啊 要多织两针 白色线 用你的紫色线直接跑过去织就好了啊 看 然后再织一针 再织一针 这时候你应该剩下五针的白色线才对 你看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好了 这时候两个色彩在一起搭一下啊 看 拿你的白色线啊 在它的下面 你看这么压上它 然后从它的下面拿出的白色线啊 我们用它来织 每一行都有变化 好了 再回到另外一侧 我们要留两针白色线啊 给它用紫色线来织啊 只织三针 前面的三针就足够了 然后啊 大家看 压到紫色线上 拿出紫色线来 调整好 然后直接用 紫色线来织这两针啊 一针 两针 然后其余的呢 按原样织好就行了 好了 当这一行完成之后 再到下一行是最爽的一行 因为你毫不用顾忌的啊 直接就拿你的紫色线来织 所有的针套啊 这一行也是最简单的一行 其实在刚刚你的白色线就已经完成了它的所有任务了啊 好了看到了吗 这有三针 千万不要换线了啊 直接用紫色线来织啊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啊 一 二 三 就在刚刚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的白色线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 好了 反面我们再织一行啊 让你的紫色线充分的稳固住啊 好了 再次回到正面来 你会发现哇 白色线已经完全被替换掉了 那还等什么 还不把它剪掉啊 看 留三厘米四厘米这么长就行了 咔嚓剪掉 剪了之后 正式的白色线已经告别了我们这个前片的编织工作 已经给它替换掉了 下一个教程呢 我会教大家啊 我们下边一步 怎么样利用对称的方式来留领口的这个六针 以及啊 这一个小小的线头要及时的处理啊 好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